近日,再次出现本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,提示,疫情防控常态化,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,歇一歇。 属地、部门、单位和个人要落实好四方责任,查找薄弱环节,堵住反弹漏洞,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。 另外,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向吉林书兰派出工作组,会同当地做好医疗救治和流行病觉调查等工作。